新书封面大大印上哈利王子的照片 眼神看来忧郁 相似心里很多话要说 美国出版商《七儿兰登书屋》 27号宣布将为英国哈利王子 出版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 书名就叫做《备胎》 仿佛是诉说着自己一生活在 父亲国王查尔斯侯哥哥威廉王子的阴影下 注定扮演备胎的角色 出版商形容 常年在美光灯下的哈利 终于有机会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 他也会真实揭露自己人生中的错误和教训 还有当年如何走出母亲戴安娜揍事的阴霾 全书一共416页将以16种语言发行 还会由哈利朗读的有声书版本 预计明年1月10号上市 哈利和妻子梅根已经在去年宣布脱离王室 而最近英王查尔斯据传准备 扩大摄政法令的带领人名单 加入弟妹爱德华王子和安妮公主 但这项举动也自动排除了 非王室成员的安德鲁和哈利王子 查尔斯国王登基后 英国也正式推出查尔斯国王的硬币 按照传统硬币上的头像将会和 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硬币面向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面向左方 目前大约还有270亿枚伊丽莎白的硬币 在市面上使用 这些硬币仍是法定货币 只是将随时间逐渐淘汰 而查尔斯的硬币最快将在12月进入市面流通 新新闻里美姐将任性报道 时间有趣而且会相当 creative 查尬非常不公开 及艺下锚 明天 я不щё勾 iterima 之后 不担当